请点击右上角关注兴奋 了解更多综艺信息最近 随着扶摇的大结局 貌似很快就又一次进入到了巨荒的时代 不过还好 电视剧不够 有综艺来凑近日 湖南芒果自制综艺 勇敢的世界 引起了大家的广泛欢迎 那么随之而来 又有一档新综艺要开播了 哥哥别闹了 哥哥别闹了 这档综艺不仅邀请到了塑料兄弟 陈赫和林更新 而且节目组还给他们 冠名了一个新身份 主持人多么神圣 多么光荣的身份啊 另外据说二人在担任主持人的同时 要在14位素人中 挑选出固定主持团 主持团形成后 节目将进入每期邀请其他艺人 参与一系列的游戏 以及互动的形式 说的直白点 就是和快乐大本营的节目形式大同小异 另外据说这是一个用脑的节目 但是这塑料兄弟组合 而有点让人担忧了 如果说和快乐大本营有所相似的话 那么一向自称天才的赫赫 是否就相当于何老师的角色 但是林更新相当于谁呢 新歌是聪明的时候 很聪明 糊涂的时候很糊涂 可谓是典型的聪明仪式 糊涂意识的代表人物 哈哈不仅如此 根据节目组自行爆料 据悉 周杰充小姐姐也会以一个特别的方式 加入到节目当中 有没有很惊喜呢 对此 有网友猜测 小姐姐可能是节目的出体人 或者是一些麻烦制造者 哈哈 真是太逗了 接着来简单的看看 十四位素人嘉宾 首先 在十四个人当中 仅有四位是女生 其他几位都是男生 而且他们每一个人 都是来自不同的大学 比如说 有来自北京舞蹈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的 有来自上海戏剧学院的 也有来自湖南师范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的 甚至还有一位小哥哥 竟然是香港中文大学的 学霸了 想逼智商 脑力一定是不容小觑的 当然了 这十四位素人兴趣爱好也 各有不同 可能有的人是科班生 可能有的从事的是别的行业 但不得说不说的是 大家看着都好厉害 而且这十四位脑力这种 小姐姐很美 小哥哥很帅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小哥哥们 大多都是大长腿啊 其中最高的一位身高 净达187 瞬间化身小弥媚 希望他能够被赫赫和新格 留在主持团里 哈哈 除此以外 据说该节目将持续罢评一年 看来真的是来势汹汹啊 不知经过这么漫长时间的录制 是不是要将这当综艺长期发展下去呢 同时会不会打造出一个全新的快乐家族 也是十分让人期待了 好了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综艺等娱乐动态的话 那就请关注我吧 本门由本账号原创发布 未经许可禁止转载编辑 小小图片来源网络 闭学生 我农学生 我农学生